可為三年十四號晚上 宜蘭投城舉辦搶估活動 其實這種高難度的活動 本來就容易受傷 但主辦方這次卻有特別提到 會發生危險 是有觸犯禁忌的情形 立場代表 買一個主播團是什麼 都一定要先簽 配金會 這就是一種禁忌 民眾就是說 你要去簽是很好 但是就是要配合這個 主席表示民俗禁忌理 像是女性或是特定身分的人 不能進入會場的最內危 但當天卻有民眾誤闖進入 主辦方說是民眾 但宜蘭新聞網的臉書 卻這樣寫下 大會禁忌應該要嚴格遵守 時代力量的領隊 竟然是王婉玉報名 不得已讓女性入場 讓對上選手一位 掉下來手傷送醫 還說就是這樣選不得不信 天文明顯點名就是王婉玉 本人也直接出來回應 不論是事前的報名 又或者是當日在會場的移動 我都是主動詢問 並且獲得主辦單位 許可確認的 天文也引起民眾討論 更有兩性平權的粉絲專頁 到底下留言 順利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時代 對不對 這個習俗跟兩個修法幹什麼 畢竟這個牆子也是 我們台灣人的一個宗教信仰 所以我覺得女性 也可以一起參加這樣 當時現場不只王婉玉 縣長林姿廟也同為女性 主辦方卻表示 有些人都已經有請示過神明 才會讓他們進來 而16號早上 縣長出席活動 結束後卻快步跑給媒體追 似乎不太想回答 坐上車直接離開 看來面對民俗禁忌的爭議 縣長不想多說 不過主辦方對於爭議 也有表示說 未來辦活動會再更加謹慎 注意安全